那就是我喜欢交朋友 我喜欢喝酒 那是以前的我 他喝酒没有节制的 喝完酒很容易出问题 结婚一年 一年真的有喝过几次酒 你告诉我 没有 喝的是很少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 妻子比较爱喝酒 也是您自己心里头的一个隐患 对吗 对 他身体不好 三天两头都病 孩子和一样 他母亲也一样 孩子天生体质就不好 体质不好 你不能多照顾点吗 我不想说这个 我不想说了行吗 你说我们这一年 开心的时候多呢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呢 你能说一下吗 哥爸 我只能这么说 那黄欣人您觉得 是开心的时候多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 像我们结婚了一年 我们真正在一起的话 体就是三个月 剩下九个月 我们都不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在不在一起 跟开心不开心没有关系 对 但是问题是结婚一年了 我们光说离婚说几次 我说过几次 你说过一次 我说过一次 包括上回 春节之前孩子的事情 我们闹过一次 你觉得好像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你没想过我心怎么想 我觉得我对孩子挺不错的 结果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恶的寂寞 我一闻都不知 你说完了吗 你想听吗 我想听 你想听就闭嘴好吗 让我说话行吗 行你说 好吧 我非常讨厌他一点 就是你晒心情可以晒心情 你写心情也都可以写心情 为什么你所有的心情 都是你不高兴的心情 难道你没有一次好心情吗 就像他说的 各半好吧 各半 那你那一半呢 就没有那一半吗 你说的这是这是几年前的我 现在看过我的客户吗 你看过我的微信吗 你没有看过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已经看不了那些东西 对啊 看那些东西 我会生气的 你把十年前跟现在 十年我一样吗 告诉我 你能把最近的微博 让大家看一下吗 可以啊 你可以去看啊 我现在手机打开微信 你可以看我现在微信 下来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内容 您方便跟大家说一说吗 里面有笑话 原来我们曾经买过一本书 叫不抱怨的事迹 我里边我还说一种 不抱怨的东西 还有一天宽容的 我还转了别人的几篇文章 有一篇是关于我们开心的事吗 难道最近我们开心过吗 这一年没有开心过吗 反过来说 那我们还在一起干什么 那我们拿那个微信 我直接离婚算了 别谈了行吗 别谈了行吗 我买时间 我买手机买多少时间 你缘吧 你见我什么时候买 你缘吧 那你要这样说 我们还说什么呀 不说了吗 那就不说了 散了吧 散了吧 没想到两人一言不合 就说散了吧 在录制现场都是这样的态度 那在日常生活中 两人的相处方式可见一斑 虽然彼此都说爱着对方 可是又多往对方心坎里去扎刺 为了让两人都冷静下来 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 单独的密室条件 希望还能挽回这段婚姻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一起过 还是不一起过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一起过的话 你听我们大家的 如果说你的目的 就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讲清楚完了又痛快了 不一起过了 我们听你讲 我不是不是那些意思 如果说你的目的 可是每次 为什么每次是因为他 那就是这种事情 他每次是质问我呢 那我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我们跟你聊 不是对不是他跟你聊 对吗 其实我很想知道这样 你听我讲 他现在他跟在家里 他完全是两个样子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如果他家里是那个样子的话 那他家里受委屈 今天在这个场合的表现 他可能是很真实的表现 你这个问题 他能不能说你实话 我只是想听实话行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